优优 悠悠 那天我喝多了 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我错了我认 为了偿还债务 所以选择了这种 铤而走险的方式 现在对公司 造成了非常大的利益损失 至于处理方案 就看各位高层如何选择了 徐总监 看你有些面熟 那莫总认错人了 徐总监 房费还没给我 大姐姐 能不能告诉我 林泽哥哥在哪儿呀 悠悠 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 一个小插曲 范芸汐 这不是生活中的小插曲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跨过去 我是不会分手的 这么想翻篇 对 因为那就不应该存在 因为那就不应该存在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是 徐总监很快坐我才醒嘛 你以为那天晚上 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就是那种斯文败类 看见我一个女孩喝多了 然后就把我带到酒店了 好 有 我给你寄的卫生素 收到了吗 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但那真的只是一次意外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心跳得很快 那些男人 一贯楚楚 刀毛还是 实际上 都不靠子 都是渣男 有些事儿 你都忘了 但是我还记得 来 我觉得你特别危险 怎么说 心思缜密 滴水不漏 脚怎么了 扭了一下 没什么事我先下班了 等等 如果是工商的话 可 agora负责 想喝什么 气泡水 你不会是想借酒吧 最近碰上一个有趣的人 想着放安装口味 咱们朋友呢 准备现找一个吗 他马上就到了 其实我今天来 有一件事想和你说 我知道我很自私 我只顾着自己前进 忽略了很多 所以现在这样我也得到了教训 客气晚了 我像从前一样爱你 但我不忍现在逼你了 我接受分手 你就不一样 这样看 天出来了 没看你啊 看后面车呢 后面有车吗 刚才飞走了 不好意思啊 没忍住 你不是说今天没空吗 我突然又有空了 正好今天开了车 顺便过来接你 你要是忙的话就改天吧 不忙 我马上欢迎你 我在车上等你啊 太漂亮了 我受不了 收集关于勒密 不正当裁员的信息和证据 以清幽的名义 准备起诉勒密 需要和清幽解商量一下吗 不用 最近她的繁星税已经够多了 这件事我全权负责 莫总 要不然您就直说吧 到底怎么样才能帮我们 那我倒想问问许总监 为了让我帮忙 到底肯做到哪一步 不要请我去你家坐坐 我家就我一个人 咱们还不是特别熟 下次吧 你都结过婚的人了 有必要这么装吗 你说什么呢 你还真把自己当玉女 你有病吗你 你信不信我造你啊 垃圾交给我处理就好 许位 悠悠 你没事吧 我听说停电了 就马上赶过来 结果你电话一直打不通 电话没电了 现在没事了 莫总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莫总好像帮了你不少忙 我知道你们是工作关系 但悠悠 我得坦诚 我并不喜欢你跟她走得太近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好 我是芳琪的未婚夫 许位 放手 你不会真的以为破解能成员吧 悠悠 悠悠 你干什么你疯了 也许吧 悠悠啊 我不冷 我不冷 火热 醒了吧 我之前说过 许总监放心 我答应过 一定会尊重你的切切 许总监 早啊 范琳师今天又送你过来了 好体贴啊 我们是不是很快要吃你们两个的 去洗糖了 这婚戒怎么还没埋呢 我说你别的不上心 这婚戒得上心啊 妈说得对 是我疏忽了 我确实应该上心了 莫总 好巧啊 这是我给悠悠选的 我们刚定了结婚的日子 到时候你要参加 许心悠 我先在后悔之前做的决定了 他就是逞强 对每个人都说没事 然后自己一个人 憋着数字 那这个时候不就是你 趁机松温暖的好时候吗 放弃 放弃 在你眼里 我就只是弟弟吗 芸汐 我想了很久 我们是时候应该重新认识一下彼此了 我知道你上次跟莫林泽在印刷厂呆了一夜 别告诉我什么都没发生 出车祸了 谁呀 好像是莫总 女儿 我先走了 范律师 您让我送去洛密给清佑姐的东西 被退回来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跟范芸汐分手了 许心悠 这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呀 在我心里 我早就认定芸汐这个女婿了 你刚跟范芸汐脱钩 这边还有人等着上钩呢 谁呀 你就是这个 我也是 西游姐 不好了 绿豆的演唱歌曲 对说抄袭衣服已经上了微博热搜了 我一定尽我所能 让这件事情不影响乐迷的市值 我愿意以上格投资副总的位置做担保 租金支付形式 因乙方穷困 故以劳动力地方租 乙方需要每天打扫房间 扫地 拖地 我还会给你做饭 我还可以帮你洗衣服 你要不要多写进去 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陪我 我来安排 我找一个人 给他 我问你 那个许新悠 现在和林泽哥哥什么关系 他俩 绝对不可能 原来就是你 举报了我是吧 真是没想到 许总监每次出场 都是这么与众不同 彼此彼此 莫总的邻居呢 也不好当啊 看 这个不错 不错这个人 莫总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话应该问问徐总监吧 越来找我俩工作 我听不懂莫总什么意思 只有您能来游泳 我们不可以吗 我记得徐总监好像不会游泳吧 笑意藏到暗藏胸脊 他俩 不相看不对眼 你说我怎么在哪儿 都能遇见莫冷面啊 你们俩绝对是有名演员 从小到大您安排我和许卫的人生 不就是因为您的面子和许如希吗 在选择结婚对象这件事上 让您失望 你说我怎么就交出你这么个不正气 以后有什么事不要再硬扛了 所以我们也会惹 暗藏 能不能真的 好 我们可以 我 有什么 能不能 我们要把你放下 我们可以 你干什么 问清楚 问清楚什么 很多事情我已经说过了 那就再说一次 你想听什么 你说你对待我这样的人 不会认真 像你这样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最真的 莫先生 既然我们从没开始 就到此结束吧 刘悠 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磁带 保存了我为迷恋的人 花费的时间和心力 他们属于回忆 不属于现在 你不要搞得好像很了解我一样 对我这手画脚 管好你自己的事 你说的有道理 许总监今天约我 为了什么事 公司要组织团建 翟总问我 能不能邀请您去 是翟总的意思吗 是啊 帮我回去也翟总 我很忙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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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总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你不是说你没孙子吗 你不能只是当暖男 最后只会刺激好人看一招 男人认真的生活最帅 西装的话是八千 然后领带是两千整 姐姐穿走吧 衣服姐姐送你了 这 就算我们共同才是 这有便宜呢 抽期才讲究共同财产 滚 那以后的事儿谁说得知 我喜欢一个人 他也明明很在意我 他会难过 会生气 会吃醋 会担心 如果这不算喜欢 那什么才算 方姐姐去年去过几次游乐园 去年许悦还在巴黎 这个问题她肯定不知道 那就是你们认输了 八次 在一起的第一天 得有一点仪式感 我 让你每次想到这一天 都会有一种特别的幸福 你这也没发烧 说什么胡话呢 什么第一天每一天 我什么时候和你在一起了 我第一次碰到你这种 哈尔的模式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将这段感情 经营了好 好 徐欣勇 我不要你拿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你自己 我肯定也不会像他一样 不公开可以 怎么补偿我啊 怎么样 好看吗 我喜欢你 方琪 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我真的很想 一辈子守护你 好了 别说了 你等一下再给我看看 有什么其他的款式 我再挑挑 秦游 这样满意了吧 我让你帮我看着林泽哥哥 你怎么坚守自造呀 人家林思雨 忙前忙后全是为了你 你不喜欢人家 你别这么醉他呀 我为了你 穿了定制半年的礼服 所有的丝绣都是人工缝制的 全场的人都在说我美 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 不就是因为许切勇吗 他不过就是个白领 充其量也就是个花瓶 他能帮助你什么呀 徐总监的脑子里 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 你说你这么危险 万一我喜欢你 喜欢的不可收拾了怎么办 那就不要收拾 一直这样 你这花还有蜡烛 这整得也太 太什么太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两个在搞地下恋 我跟你说啊 这个墨冷面就是一个 磕磕到变态的虐人狂魔 就是个大火坑 每天让我和王极熬夜惊吊 我头都快吐了 呦 这什么呀 什么情况啊 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已经 跳进那个火坑了 其实留在这里也挺好的 这里风景好 还可以完成我们未完成的约会 泰康这块山芋 现在正热得烫手 我要让他明白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不该碰 谁允许你自作主张插受我的事的 又是谁允许你用你的时间 你的尊严为代价 来帮我求项目的 唐总不请自来 看来是想通了 其实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我此刻只关心现在和未来 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叙旧上 许清悠简单直接 有时候嘴硬 但他心很软 他绝对不是你这个前任的对手 谢谢你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他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 在我出现之前 谢谢你把他保护得这么好 许清悠 开门 你别以为用这些糖衣炮弹 就能收买我 你放我下来 你这是私闯民宅你知不知道 是你放我下来 谁知道会引狼入室呢 许总 你一说你姐 我都还没想好 怎么告诉他咱俩的事呢 许位 那个 许清悠你听我解释啊 姐 我跟方琪是认真的 完了 许家要翻天了 文爸 我职务不严 什么时候分手的 八年前 谁提到 他不告二别 那他现在再次出现 你心里有波动吗 有过 纯粹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欣赏 不管怎么样 我未来都不会对你不告而别 男生看到自己的白月光 都会念念不忘的 所以有什么风吹草动 你都得警惕 把他扼杀在摇篮里 你都得警惕 许位 别人呢 是间歇性发疯 你呢 是间歇性犯俗 怎么样 小男友 开心吗 悠悠 我怎么看着家里的陈设 跟上回不太一样了呀 因为我最近不是休息时间比较多嘛 所以 我就去 重新收拾了一下 对了 你这脸怎么有点红啊 是不是最近又没好好吃饭吧 你放心吧 我明天还要开会 先不跟你说了啊 你早点睡 晚安 你疯了 我妈打电话查 刚刚就在这儿捣乱 可惜了 应该跟阿姨打算招呼她 早晚给你这个机会 方琪 在你眼里 工作比男朋友还重要 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工作对我来说 是面对生活的底气 孙悠 给你个礼物 好 开始吧 我们家小千女唱歌 完美无侠呀 好 生日快乐 林总 谢谢 我们是写字楼里的战士 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才留下来的 哪能轻易放弃啊 黄先生 我特别崇拜您 我想参加今年的 彭皮杜青年艺术展 继续 您应该摹的